发烧话题追根究底 欢迎收看热线追踪 我是王李忠燕 政府再度喊出国机国造计划 我们这一集节目将带您一窥 中华民国的国防航空发展史 首先一开始回顾国人第一架自制战斗机 IDF金国号的历程 在80年代 中共与美国关系要好 签订了817公报 限制了我国对外武器的取得 因此当时我国政府决定 要自制先进的战斗机 并且花5年9个月时间完成 第一架IDF金国号在民国77年出厂 但随后引进F-16战机与法国换上2000 IDF开始减产计划 致民国88年停止生产 而20多年来 5次的实施意外 也让不少人质疑金国号的性能与安全性 不过直到今日 金国号仍是台湾国防建军史上 最大的自制战机开发计划 同时也是我国航空工业发展的重大成就 自身记者王岐如 吴志颖的专题报道 经过了5年9个月的自制研究 这架蓝白红机身的第一架IDF原型机 缓缓地滑进了典礼现场 由国人自力设计 引致的第一架高兴的公优战机 终于完成 经过各种检查之后 试飞员吴康明上校进入了机舱 准备试飞 民国77年12月 国人第一架自制防御战机 IDF出场 被命名为金国号战机 并在78年首次飞上天 在战斗机的护航之下 金国号战机终于升空了 这是令人兴奋的一刻 身为IDF首位试飞官 吴康明将军回忆起28年前 第一次正式试飞行动 驾驶IDF飞上天的瞬间 上市对世界展现了中华民国的骄傲 民国78年的5月28号 是我们IDF第一次升空 当IDF升空以后 你可以感受到大家的辛苦 总算有了代价 那国外对我们这个航空 不管是制造 不管是飞行 不管是什么东西 都另眼看不到 在空中展翅高飞 不过IDF经国号 攜带副油箱时 威力巡航约为1100公里 如果没有攜带副油箱 制空时间就只有40分钟到一个小时 美国政府难免也要考虑 它的商业利益等等 它的政治环境影响 所以它给指定了一种发动机给你 飞机的一个心脏就是发动机 这个发动机如果 它给你限制在某一个性能范围 所以说 你的飞机不可能性能会好到哪里去 对于一架战斗机来讲 推力跟发动机是决定 这个飞机的性能好坏的 唯一的这个因素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的FC-K1经国战机 它当时在研发的时候 发动机就受限 因此它的航程跟所有的相关的都受限 因为在80年代 中美签订817公报 使得我国对外武器的取得相当困难 为了获得先进战斗机 中华民国决定放手一搏 自己造飞机 为什么要这样做 为什么决定自己咬的牙也得往前走 那是已经到了 如果我们再不重视空中优势的话 那台湾的防卫作战就变成 天空的开放出去 所以这就是非要做 我们在整个设计阶段 有发生过的话 就是说工程设计变更的次数 是比预期的还多 那这个的话也是一个的话 就是说我们第一次投入 这个高性能战机 那工程人员的话 就成长学习阶段 金国号前航电系统工程师 尹守季 从民国73年开始 参与金国号研发制造 他认为整个过程中 美方对于机组零件 以性能规划多所限制 但提供了军事技术转移 我国从中摸索进行整合 也因此开启了军用航空工业的发展 当年的话我们工程师的执行 我们有关这个需求方面 所转换到的设计工程资料 那这些设计资料的话 就会交给扮演顾问的或是扮演导师的美方人员 来帮我们看这些文件什么地方所写的话 就是说有问题或是写得不太恰当 那这甚至于包括的话 就是说整个计划的这个时程测试的 这些的话都是由美方的人员提供 我们不可以买它现有军规范围的零部件 组件发动机为它等等等等 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约束 为什么到底 就变成说我们一架飞机 从一个螺丝钉到发动机 都必须要自己做 我们等于是从头开始要建立一个 航空工业的一个开始 承认空军总司令与国防部长的唐飞认为 能在美方对台如此颜柯条件 以及工业基础薄弱的环境下 经国号在短短几年内 制造完成并成军服役 所有参与人员功不可没 更不能忘记 曾任航发中心主任 华锡君上将的贡献 那个时候大家骂了他 I don't fly IDF就I don't fly 我不能飞的 他没有这样多加买的头 他能够任劳人员不讲话 总是要达成目标为止 功成身退 即使我们有做不对的地方 他都不会自然我们 他是一个非常有修养 非常对部下 非常照顾的一个长官 非常细心 所以今天我真的可以讲 没有华主任 几乎AD3跟IDF 都很难有今天的这种情况 被誉为IDF支付的华锡君 曾在书里写道 为台湾自制IDF战机 奔走美国华府数次 多方交涉 当年为了IDF的出场问世 所有人绷紧神经 不敢马虎 但对于是非行动中痛失殷才 感到相当不憾 公布正式发布消息指出 编号1002号的IDF战机 下午两点钟 在台中外海失事 民国80年 飞官武克镇上校 在台中外海进行 低空穿音速试验飞行 因伪异解体而失事殉职 20多年来 巾国号五次的失事意外 让外界对巾国号的质疑 一直都没停过 先进国家也没有一个国家 一做出来就一做顺风 一翻顺风就做 他也经过很多很多挫折模 那常常是非出了事情 那么就检查他 是制造上的问题 还是设计上的问题 那再来修改 来想办法改进 原先你的这个 本身的这个机体就小了 那你能够投资 所做的那个改良 即便你把这些东西都改良 你所能够提升的 效率依然是有限制 被认为先天不足 巾国号的机体小 推力不够 性能的提升效果有限 而美国F-16战机 与法国幻象战机的语境 更对巾国号的命运出现改变 我预订了这晚 我预订了台湾 的150F-16A-B船 正在这里 为提升台湾空防武力 在政府积极争取下 美国同意授予F-16战机 使得原本目标量产 250架金国号的计划转校 决定减产 经费方面也受到影响 同时我们生产的时程 也会受到影响 政策会议决定说 换一下 来 F-16远 把IDF减产一半 这减产一半之后 把我们的航空工业 就等于是 掐死了 IDF的未来就没有了 未来没有 原来航空工业 投资下去的人力物力财力 就等于浪费掉 一圈 两圈 三圈 请看了正前方 开始平面开花 民国88年 金国号生产线终止 最后一架量产型战机 交付空军 总共量产了131架战机 慢慢慢慢琢磨出了 我们F-16 K-1金国战机的 全机整合能力 所以这个东西来说 在接近30年前 我们台湾可以算是 独步亚太地区的 在F-16 K-1金国战机 做完了以后 我们并没有大的一个计划 来支持你的 这整个航空工业的进步 这30年 我们真的发觉 有关航空工业 这方面的这个进度 从曲线上来看 或者从这个 技术水平上来看的话 我们真的发觉 就是说保持原地踏步 面对研发团队解散 原才大量出走 台湾军事航空工业发展 就此原地踏步 战别辉煌时代 但台湾战机的天空 却也因为F-16 与幻象2000的加入 形成更坚实的国防基础 而IDF金国号 每一次的战备任务 与飞行演习 能备受国联关注 IDF就是I do fly 我的确 我绝对会飞 而且会飞得非常的好 不是I don't fly 是I do fly 不只是I do fly I do fight 我还能战斗 不只是我还能战斗 还是I don't fail 我们在这种很辛苦的情况之下 真的是把这个飞机完成了 那完成以后升空 所以你可以看到 真的跟预期非常非常的接近 所以表示我们的这个水准 都在某一个水准以上 我始终觉得IDF达到了 我们国家能够给它支持 那么它现在也快20年 10多年了 10多年已经飞了10多年了 它也告诉我 40个可以用的水击 好强天气 展现因子 土生土长金国号 证明台湾突破困境 自制战机的研发能力 以及装尽自强的精神 更背负国人期待的使命 不只要飞得高 飞得好 还要持续保有战斗力 守护台湾天空 蔡政府上台力推国防自主 编列686亿元 以汉翔公司当年所生产的 金国号IDF战机为蓝图 进行国机国造 预计生产66架新一代 超音速高级教练机 到底何为国机国造呢 航太专家说 必须要全盘掌握 设计研发 而IDF金国号战机 民国78年 首度升空试飞成功 至今过了将近30年 金国号依旧是我国 唯一的MIT战机 当年由汉翔公司的前身 航空发展中心生产制造 如今汉翔除了有赤资 20亿元的 航太复合材料厂之外 造飞机的技术 也让美国波音 法国的空中巴士 都来下订单 另外 这回主导计划空军也成立了航发中心 和中科院一起负责最上游的研发设计 停滞了将近30年的军机工业 即将重新启动 外界拭目以待 记者朱寒瑜 李文浩的深入报道 空中翻滚 倒飞渐进 展示机空飞行的稳定度 以及灵活操控性 在正耳欲聋的引擎身下 让人看得只不过瘾 远回空中基地开爆环球战 特级空中飞行用 IDF经过号战机 绝对是大西增亮点 而接下来的这项计划 更是令人引颈期待 国防自主不再是指纹楼梯响 要求各位要如期如值 完成新式高交机的 自言自私的任务 强调国机国造 不再只是国号 蔡政府上台后 锦罗密鼓力推国防自主 目前根据国防部规划 编列686亿元赚 以汉强公司当年所生产的 新国号IDF战机为蓝图 进行研发 预计制造生产66架 新一代超音速高级教练机 我们知道IDF是一种线性 线控的飞机 一般国家来讲 它是算成绩蛮高的 所以当时有国外的顾问公司 国外的一些厂家 来协助我们去发展这个飞机 即使已经是73岁高龄 细节说得巨细名遗 他是吴康明将军 中华民国航空室上 IDF经国号战机首位升空试飞观 试飞的飞机 一般来讲就是不希望人家接近 在很早很早以前 因为没有比较好的 这个地面管制单位 所以他必须把这个飞机 骑得比较 让人家很远就可以看见 就知道有一架飞机 在这边做测试 那大家就避开这个空域 不要接近 所以越鲜艳越好 有名为经典的红蓝白色系 强调起目除出 金国号量产战机的机身 空幽迷彩 内于作战时和天空融为一体 不宜被敌方便是追击 民国78年的5月28号 是我们IDF第一次升空 说的是28年前的回忆往事 不过眼前这一系列金国号 却依旧是目前唯一的MIT战机 整个空间布满 尘封已久的牛皮紙袋 这里是汉翔公司的秘密基地 汉翔的前身 就是空军航空工业发展中心 负责IDF的研发生产 当年IDF阴阳专案 连案子正要开之前 我们做一个简报 里面有很多的前沿等等 连组织 什么人负责 通通把它写进来 然后预估多少钱 这是IDF的另外一个秘密基地 里面都是一些生产制造 为主的一些文件 当年的IDF机密文件 现在都是史料珍宝 它是李世章 人称国机航太史教父 28年前的首批4架IDF原型机 其中3架蓝白红机身颜色 就是它亲手设计 只是时光渊染 如今想要启动国机国造 我们到底能不能呢 我们并不差 为什么呢 当年的技术虽然弄完了 这个军方并没有下一代战居的需求 所以我们所有在军用飞机的研制生产是停掉了 没有错 所以宁队他讲说 我们大概空了二三十年 对 但是这段时间并不是大家延延坐在那里 少林寺的那些和尚 我们继续在练功 我们往民用飞机去做了 包括设计跟制造都有 所以这方面一弄起来 我们的功力是继续在增进 只是没有回归在国家需要的东西 李世章说的就是这件事 生产线作业台马不停蹄 号出686亿元的国机国造计划 主要是由国防部 空中航空科技研究发展中心主导 提出战机性能需求之后 接着和中科院进行讨论设计 再交由汉翔公司制造生产 而接下重责大任的汉翔 风景神迹 目前这一期从这边开始到尾端 这权限都是我们目前 邦巴迪的专案的案子 那目前来讲 它是每个月有四架的产量交易 几乎是一个礼拜交易假 所以它目前来讲 算是我们装备组 最大的一个产线之一 这还只是其中一小段 另外包括美国前总统获巴马 搭乘的金融直升机驾驶坐舱 波音787水平尾翼 以及这一个个排列主席 绰号飞机甜甜圈的 空中巴士精神段 加装上去 只能让空中巴士增加16个座位 这些通通来自台湾 我们三十几年前开始做这个IDF 那个时候绝大部分都是我们汉翔的 整个航台的这个发展的过程中间 有一个地方是掉下来的 那大概就是在 英国88年的时候 我们公司那个时候在IDF 量产到最高点的时候 是到两百三十几亿 但是在四年之内会掉到九十一亿 我们开始就是思考如何转移到 明基市场上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很积极地去拓展明基的市场 当年国产的IDF战机 每价成本1900亿台币 下回合理 不过碍于国际情绪 美方压力居下 使得国际国造数量难腰坎慢 国内军机产业限制征冲状态也等同让汉翔几乎断吹 汉翔因此从原本的军机制造 转向拓展民用飞机市场 为了活口让员工求生存 反倒磨出一身本领 设计我们不停地还在做 不管是民用军用 即使是一通百通 制造也一样 不过即使再有能力 国际国造计划有个最大共通困难点 现在唯一我认为最大的困难在南 大家认为都比较是跟时间赛跑 只要给点时间 给点条件 担扰少一点 就出来 目前的规划是 2019年就要roll out的话 那时间是非常非常的紧迫 所以我的初步设计 必须要赶快被整把它固定下来 我才能去展开我后续的细部设计 异口同声 时间绝对是最大敌人 按照目前计划 66架高级喷射教练机 2017年2月份协议书正式启动 2019年出厂首架原型机 2020年进行首飞 前后时间只有两年多 合理的时间应该差不多三年半到四年 是比较宽裕 我们IDF当初是从脸开始 那个所谓的从脸开始 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没有能量 我是说从计划开始到首飞 大概花了八年的时间 现在如果说从今年的2月7号开始算 到2019年9月 事实上是只有两年半的时间 所以就是很大很大的不同 时间急进压缩 但技术没得缩水 尤其是设计研发 是这回主要重点 因为这攸关国际国造核心定义 所谓你能够叫做自我设计 或者叫做国际国造这样 最主要就是说 你是不是能够自己设计 如果不是这样 那是人家设计好了 那你只是把人家的蓝图拿到台湾来制造 那这个叫做国造 那也有人讲说 那个叫做阳机国造 为什么 因为你就是一个OEM 你所有的蓝图 你所有的设计文件 全部都是掌握在别人的手上 意思是IDF总零件数 45万6千多件 无需每样组件都得自己设计制造 5千零件可向国外采购 不过军机的航电 发动机 飞机结构设计技术 都得掌握在自己手里 才能称上自制国机 而说起战机设计 30年前 曾参与IDF航电图设计的 汉翔航空副总经理林南柱 特别有感触 现在我把在记忆中30年前 当初的航空电子的设计 我把它画一下 再三强调 掌控战机设计才是最高机密 其中飞弹挂载也是一大重点 因为战斗机不比较连接 只要会飞就可以 它还要作战 还要考虑到武器挂载 发射 重心 还有后座力的问题 全部都要考量 不是说做一架教练机 只要会飞 学生会用 这样就好了 完全不一样 所以变成整个航空工业的系统 也因为IDF经过号战机 做了一个整个的 我们等于是可以讲说航空工业 我们的功力进步了好几大步 这是每日地形式操演练习 今天要进行的是空中巡航 以及练习战术栏结 一个小时过后 准时准点绑好 时间分秒一差 任务结束立刻归属 我是踩高度差的方式下 但是因为我要下去之后 发现比较有云前影响 所以我觉得我是飞学 没有在进去 对 我那时候判断在 一万四千只 一万四千只每层以为 是不会影响的 飞行在云狱中的一切 都得划整数字 战略一一检讨 范正熙冲鞠427连队 第28作战队代理副队长 飞行时数1488小时 是目前IDF种子教官 另外这一位绕旋 飞行时数647 我们飞的是战斗机 所以战斗机在上面 是执行我们作战的任务 所以跟一般我们在 飞迷航机 平飞转弯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大家都很向往飞行 所以当初会觉得说 飞行很帅啊 还是说这样 但是其实一到座舱 跟想象中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怎么说 因为人本来就不会飞行嘛 所以你上去飞 你遇到的紧急状况 甚至说一些速度上 带来你人体的反应 其实是需要经过一般的训练 这样子 对 所以比预期的 还要再有难度 毕竟是人操控战机 因此提升性能上需求 是空军首要目的 为了新一代的国际国造 国防部106年1月 新成立空军航发中心 不只在这个研究发展 以及在概念设计系统需求 监造管理上面的一些科研的工作 那希望在这个成立本中心之后 能够筹建符合我们国家 国防自主 与这个国际国造的一些相关的任务 其实就是研发 技术都要一手掌握 不讲外言之手 国际生产线空军航发中心 要当领头羊 验测的情况 把这些数据带回来给董事人员 做后期一些评估跟分析 那经过相关验测 把这些数据改良之后 再次是下一阶段的验测 现在这个画面 就再次是高峰角的一个验测 那将飞机的峰角达到极限 再过去之后 将数据截图下来之后 做相关的资料的分析 这堂课算的是IDF站立性能测量评件 透过高空影片讲解 测评战员队阵战处长领军的人马 可说是航发中心的命运部队 能让镜头拍的当然不是密件 关起门来的采取高度机密 同时具备包含理工科系 航太空系相关学历上面 同时具备有受博士资理的人员 来作为我们领选的标准 所以目前在本中心 我们在中心里面编配近百人 所以我们将近有三分之一人员 是具备有硕博士资理的人员 除了硕博士之外 还得具备战机测试 武器研发 系统管理的经验 说直接明白一点 有实际有热同 但白几招 可能还无法入列为一石之血 力推国防自主 金资MIT 但航太产业投资大 回收慢 集成潮 势必耗时耗力 国际国造计划启动 是否帮助国防能力升等 产业升级 时间会正 打造性能优秀战机 也必须要有飞行技术 精湛的飞行员 您知道台湾培育一个飞行员 需要花多少经费吗 您知道当他们在空中 做出高难度动作时 身体所要承受的冲击力 有多么难以想象吗 下一段节目 我们要为您揭开 台湾飞行员的训练过程 至少得五年起跳 并且要循序渐进 熟悉各几种的操作 与飞行挑战 休息一下 再回到热线追踪 欢迎回到热线追踪 您知道一位战斗机飞行官 必须经过多少训练 才能具有作战技能吗 军系出身的前行政院长唐飞说 一位飞官从不会飞 到熟悉各机种作战系统 这段时间至少花费国家 上亿资金在培养 为此 每位飞官肩负保家卫国的 责任重大 促使他们得历经超乎常人的训练 比如像抗局训练 他们需要承受至9G 而一般人的极限是5G 另外要熟悉各机种操作 一连串训练至少得五年起跳 记得黄宇杰 江盛代 带您了解 这份空中对我们最大的用意来说 是保护这块土地的人民 那也肩负保家卫国的责任 空军499连队48作战队 是空军幻想战机飞官 引以为傲的培训摇篮 还没有训员哪边有问题的 没有 好 那我们就按提示飞行 每一期接受训练的飞行员 不超过15位 这些人都是精英中的一时之选 一个能量建立起来 要破坏它其实很快 但要建立一个能量 需要花很长的时间 当这个能量如果建立起来的时候 它是长长久久的 吴邦彦 37岁 飞行时数已经超过1703小时 从冯甲航太系毕业后 进入空军官校 从不会飞行到完成战备 整个期程大概都是 至少要到5年的时间 那在这5年中 你要不断的接受各项的训练 包含机种换装 以及换装完成之后战备的训练 说起来简单 但这一连串的考验和训练 辛苦程度外人难以想象 当训练完成机种换装训练的时候 它必须要具有 这个基础飞行能力 仪器飞行能力 还有这个基本的 这个四聚内接战的 这个能力提升 那接下的话 我们才可以进入到 比较高阶的四聚内作战 以及各项空战战术的执行 因为在机舱内的他们 没有犯错的空间 你下一个来做不好的话 下次的实战射几就不要打了 听到没有 在鲜少对外曝光的飞行模拟式 这样的对话每天上演 高压环境吃苦当吃补 每一个步骤精准 而且确实 即使只是行前提示 我们今天模拟飞行外形是FTT 由教练飞观一对一指导 受训学员执行操作 需要弱速度小于刹车速度 开始使用刹车 价值上映的模拟设备 跟时机相差无几 这是为了让每一位飞观训练 有如真实在空中进行 绝战方寸之间 靠着是长久训练所累积的战斗技能 这也才能真正傲视高空 不过想加入这条飞行之路 得通过层层关卡 我记得我那一年 台湾总共有700多个去测眼睛 然后又考进空中关校的 好像剩80几个 然后再加上之前上一班被留级的 加上有130几个 这130几个到最后毕业 又剩80几个 然后真正上飞行线的 现在可能剩一半左右 淘汰率之高超乎想象 而飞观的养成也是请全国之力 在这里不强调个人英雄主义 而是团队至上 所有的飞行 我们最主要就是讲到计划作为 所以你的每一批的任务和执行 都是有这必须要很缜密的计划 和规划 然后并且在经验我们任务提示的时候 让所有的组员和成员了解你 今天战术的作为 一架战斗机的起飞必须结合多方准备 而熟悉各机种必须了解飞机的电子装备和系统 达到人机合一的状态 就唯有一再练习 从一开始我们学习如何适应空中的一个惯性 然后跟一个飞机的操作 到现在我们到二代机 变成要会使用武器系统 秋玉中26岁 飞行时数373小时 自力浅更要精力严格磨练 像大腿 胸部 手臂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肌肉的使用 那最重要的一个部分的话 除了自己的身体要做抗拘的一个 像是重量训练之外 那还有一个动作就是抗拘动作的练习 因为一般人都能轻易承受3G的压力 达到5G则可能陷入昏厥 但每一个战斗机飞行员 被要求要能承受至9个G的训练 一 二 三 好 三秒换一口气 维持这样的节奏非常的好 腿肌用力 腹肌用力 一 二 三 将肌肉8.7个G了 而这个承受G力的训练 真正是一场体力意志力的持久战 为了提高G耐力 每5年还要通过复训测验 定期检测飞行员的状态 小小一件抗G1要价2到3万 夹层内的气囊和气管 是为了防止飞行员在高空中实施高居动作时 血液逆流避免老部缺氧的危机 理性的训练以及抗G力的训练 是我们要求的重点 我们希望能够加强我们这个强化重量训练 也强化每个人的气囊 因为在新一代战境的这个作战环境下 都必须要承受高G的这个 或那个场景来做执行 所有课程训练终极目标 就是为了培养能作战的战斗机飞行员 台湾的人口这么多 每年可以有允许有多少年轻人 可以几个检查几个 然后能够训练出来 问题是现在我们的法令规章 我们可能要花一两亿台币 训练一个飞行员 到他可以去飞这个F16幻象 可是他到八九九年多时 他就可以退休了 他依法的他可以退休了 退休外面有个几十万美金 那不几十万台币的工作在等他 因为全世界都在缺飞 民航机飞行员 那有多少人愿意留下来 于是机种的熟悉度格外重要 现行训练流程是三阶段 三机种从T34C 当涡轮螺旋桨的初级教练机 到AT3喷射机种的自强高教机 以及到F5部队训练机 完成受训之后 才进入IDF换向两天 及F16的训绩 透过一次次机组换装 长化每一位训员的操作技能 慢慢慢慢 第一个先了解飞机的操作性能 接下来我们发挥飞机 最大的操作效益和性能 然后直到可以达成到 我们这各项战术的整合 整个需要到一个教官 而且到玩全资格的话 可能时间大概都去到8年到10年之间 国际国造对飞行训练是会有帮助 因为毕竟我们国际国造 是我们自己国人研发的系统跟装备 相对我们国人就可以比较快地 接受资讯 那也比较好了解 相对的我们的装备 我们的原件还有零件的一些后勤补给的部分的话也会比较方便 如今政府再度宣旭启动国际国造政策 除了飞官人才的持续培训外 航太系统的研发设计人才也要找回来 除了训练飞官之外 针对航空人才的培养 也是我国例行的政策 中科院近几年大量招聘上千名心血 进入航空研究所 希望把专业传承下去 广告回来热线追踪继续带您深入了解 国军单位如何地培育心血 休息一下再回到热线追踪 欢迎回到热线追踪 现今航太科技的发展 就是以国防科技为导项 台湾想要朝向国际化 并且达到国际国造目标 势必得要强化系统研发 人才培育 这同时也是国家战力的能量之一 中科院近几年大量招聘上千名心血 进入航空研究所 希望透过老将心血 把专业传承下去 同一时间 学校端也积极投入人才培育 希望串起已经停滞近30年的产业链 记者黄宇杰 江盛代的专题报道 这个飞机叫做腾云 它是一个大型的无人机 它里面有相当多各种的仇载 什么作为军事用途的 中科院独立研发完成 具长航程优势 有具备电子征搜及干扰的作战功能 让腾云可以作为战斗机机队的前导 除此之外 它还具有挂弹载具的能力 这些呈现其实都说明了 中科院的航太系统整合 实力不容缴趣 怎么样把高教机里面 目前还需要跟外国去采购的一些的东西 必要被外国人控制 或被外国人赚钱的这些东西 怎么样把它转回来 变成我们自己制作 用在我们新一代的军用机上面 那才是真正的值钱的技术所在 身兼航空研究所所长 马万钧同时也是这次国际国造计划 背后重要的统筹角色 中科院大概最近几年 进了将近两千个新人 那航空研究所一所这个部分 进了大概两百个新人 也就是接近我们总人力的三分之一了 所以说这个是我们 不是说光进新人 人才就可以显接下去 还必须要这老将都在 所以才能够老将心血 然后传承下去 事实上当年研发金国号战机之后 国际国造技术始终原地踏步 人才当然也跟着流失 他们也卖给我们的F-16的一个战斗机 那法国也卖给我们幻象两千 那整个国家呢 因为没有在研究新的战机的时候 这些研发人才慢慢的缩边 那导致呢这些人才的一个外流 那对这个人球外流的话呢 比如说呢 他们就到了所谓的这个韩国 去帮他们也研发的 韩国的这个精英式的 这个高级教练级 韩国的下一代的命中式战机 没了新一代战机 也就没了设计人才发展的舞台 其实航太科技 强调的是系统整合工程 具有高度跨领域的特质 必须包含机械 电机电子 跨力学 热学 以及材料科学等 多种专业科技人才组成 因为它比较没有 这个很多立起来的这个面 控制面 所以说 它的这个雷达反射比较少一点 当然 现在还有逆中的技术 利用3D电脑绘图 模拟流体力学 这一堂航太系大色课程 不再只是纸上堂壁 而是用最直接的方式 告诉你怎么制造飞机 进阶版的航太索 让你亲手做 这种双悬翼的话 它刚好把两个扭矩互相抵消了 就是这个转 这个方向顺时针 这个逆时针 这样子一转起来 两个自己产生的这一些 扭矩互相抵消 互相抵消 那下边就很安全了 同轴双悬翼 这是冯甲大学跟业界产学合作 研发的无人直升机 透过绿光雷射和喷雾 实际模拟飞行动态 由烟雾的动向 来判读校正悬翼角度 我们就必须要知道说 它这个悬翼的气弹的效果 就是到底会震动得多厉害 就是因为气流 它先导引产生了一个小的震动 那就越震越厉害 越震越厉害 那互相就会打到 为了培养新进航派人才 从吴道勇提供专属实验室 其中还砸下近千万 打造这间风动实验室 透过高速摄影机 捕捉人造气流下的飞机 所产生的气动效应 大学部一年毕业大概100位学生 那硕士班毕业大概24位学生 那以硕士班毕业来讲 因为最近新政府在推国际国造的话 以我的研究室的毕业来讲 我大概80%全部都是在 这个汉翔或者是中科院工作 在台湾培育航太人才各有所长 成功大学融合航空 太空 民航 以及微奈米基电 冯甲大学以飞机结构制造 和航空动力为主体 另外淡江大学强调航空平保 和飞航安全的课程 其中因为地力之变 冯甲大学甚至有为期一年的实习课 就在汉翔进行 直接与飞机制造商面对面学习 如果要让台湾航太产业 能够更有竞争力 就必须要从体质开始提升起 所以我们这一次 就是希望筹组这样子的联盟 我们把原物料 把工具机 把生产制造 把物流带进来 但是这中间需要有一些 像学员单位的连结 我们补进的人才包括了 航空工程的 机械工程的 电子的 电机的 雷达的 通讯的 材料的 化学的 各个方面的人才我们都有 我们补进人才不是盲目地去补 我们是经过了很精准的计算 跟分析 跟规划 架构 航太科技发展 上来就是以国防科技为导向 只是想要精进朝向国际化 显然系统研发 人才培育 以及飞官养成 这个黄金铁三角 缺一不可 其实航太是个龙头工业 它牵扯了很多的 附加的卫星工业 必须要一整串 这个去执行 因为飞机制造 绝不单一 一个场可以完成 我们不懂一些政治 经济 这些东西我们都不懂 我们就是用自己学的这些 力学 数学 化学 这些学问 能够给国家造出飞机来 我们常常开玩笑地讲一句话 这种事情不给薪水我都做 何况有薪水可以拿 以现今台湾的航太产业技术水准 就算研发建造战机无余 但外部因素 恐怕还是取决于 国际政治局势的现实 让技术移转或是他国协助 都来得绑手绑脚 台湾的国际国道之路 却也成了不得不挑战的高门槛 106年2月7号 蔡英文总统前往中科院 主持新式高教机签约启动仪式 她强调 这是国防自主重要的里程碑 高教机自研自制正式启动 但我国从IDF之后 国机国造原地踏步将近30年 台湾的航太产业被其他国家赶上 也面临了人才流失断层严重的问题 就因为我们没有另外30年可以浪费 所以政府一定要坚定 带领国人重新发展国防产业 国防自主这条路势在必行 但势必面临到重重挑战 台湾该如何面对 休息一下 再回到热线追踪 在今天的节目内容当中 我们看到当年 台湾在研发IDF战机时 所面对的挑战 不只是技术层面 还有政治层面的影响 817公报限制了我国对外武器的取得 因此一架飞机 从小零件到发动机 都必须要亲力亲为 等于是从头开始建立一个航空工业 之后随着F-16与幻象2000的引进 好处是补上空防战力 但坏处是让我国的战机研发陷入停滞 30年过后 在亚洲与全球局势改变的情况下 我们再次宣示要国防自主 能否成功 关键在于要展现出 30年前那种上下一心 势在必得的凝聚力 以现在国内政坛氛围与民气 要做到这一点 将会是政府非常大的课题 发烧话题 这根究底 我是王李中焱 热线追踪 我们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